我們在經過兩年完整的評估跟檢討 考量在新的戰略架構的兵力需求 我們決定從2024年起 恢復一年期的第五一 在亞洲 中國的擴張也持續衝擊著國際秩序 威脅區域的和平穩定 影響兩岸關係 而台灣就處在威權主義擴張的第一線 所在全球民主防線的最前線 備戰才能夠避戰 能戰才能止戰 台灣必須強化自我防備能力 才能夠更有力的確保國家安全跟利益 才能爭取更多的國際的支持 那麼在經過兩年完整的評估跟檢討 考量在新的戰略架構的兵力需求 我們決定從2024年起 恢復一年期的一五一 適用對象是2005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一男 對此我已經要求國安會跟國防部 針對這次的一五一恢復一年的方案 進行以下的調整跟強化作業 第一 強化訓練內容 以及訓練性能的擴充 未來的一五一訓練 將參考美國等先進國家的訓練方式 引進各國現代化的訓練模組 同時要增加新武器的操作訓練 增加實戰化的訓練課程 增加實戰設計 聯合演訓 甚至是民防協力的訓練 第二 我們要提高一男的薪資 女性國民義務的一男 應該給予更大的支持 我們會將未來一年一五一的薪資 包含保險和參試費 將大幅提高到26307人 希望透過薪資的調整 能夠照顧一男這一年基本的開銷需求 第三 推動服役年資銜接勞退制度 為了兼顧公平性 我們將推動修法 讓未來一年一五一的年資 也可以與勞退制度銜接 並且由國防部負擔雇主提拨的責任 第四 教育部將跟大專業校溝通 參作相關國家的經驗 研究讓教育體制更有彈性的可能方案 使一男可以有效的利用時間 並且接軌直揚 我也抱持了開放的態度 希望朝野政黨 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 社會各界 能夠進行更多良性的討論跟溝通 讓方案更好 讓戰力更強 讓義務的這一年更有意義 讓國家更安全 讓台灣永續生存 讓我們展現守護家園 捍衛民主的勇氣和決心 我相信 這將會迎來全世界民主自由的勝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